双人气冷暖宿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 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故事 叶丽和徐俊杰是相亲的时候认识的 叶丽自身条件不错 但因为年轻的时候眼光较高 一直挑剔 导致快到30岁的她 还没有可以结婚的对象 可能是年龄越来越大 叶丽渐渐地放低了自己的标准 觉得要实际一点 找一个能过日子的男人就好了 当叶丽有了结婚的想法的时候 年纪真的已经不小了 她周围的异性要么都结婚了 或者说有对象 要么就是太熟了不好发展关系 于是在家的催促下 她只好投影了去相亲 同叶丽相比 许俊杰的家庭条件要差一点 两相比较 叶丽觉得许俊杰虽然人比较内向 但也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 两个人既然都是抱着结婚的目的相处 在截图一段时间之后 双方已就自然而然地商量起了婚事 叶丽是独生子女 在家里比较爱父母的宠爱 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叶丽能找到一个爱她的好男人 所以在物质上没有对许俊杰家提出什么要求 就这样叶丽家只是向真信的要了三万块钱的塔利钱 没有买车 也没有卖房 小两口婚后跟公婆住在一起 叶丽觉得无所谓 她看重的是许俊杰的踏实和肯干 房子以后两人慢慢赚钱 也可以摆 许俊杰有一个和她相差三岁的妹妹 许俊雪 同许俊杰内向的性格不同 许俊雪性格张扬 为人处事方面也略显自私 因为是女孩又是家里最小的一鹤 所以可以说是宠着长大的 养成了骄纵自私的性子 结婚之后 叶丽和许俊杰的生活过得还算平静 叶丽婚前害怕的婆媳问题都没有出现 不过出现的是姑嫂关系 许俊杰家对许俊雪很是纵容 或者这也是许俊雪 持宠而交的原因 许俊雪在结婚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啃老族 只会同父母身手要捡 偶尔也会向许俊杰要捡 很显然一家人都宠着这个小的 几乎是有求必应 叶丽嫁过来之后 许俊雪也经常找各种理由 麻烦叶丽 叶丽父母开着一个小卖铺 目的也不是为了这多少捡 就是当做一种小捡 毕竟退休之后生活也很无聊 而许俊雪也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经常跑到叶丽父母家 白吃白喝白奶 最开始都是一些小东西 比如水餐巾纸之类的 叶丽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而且还可以拉近和小姑子的距离 所以常常就认她去了 也没说收钱 但是结婚时间长了之后 叶丽发现许俊雪还经常让许俊杰给她打钱 每名其约 哥哥就应该照顾妹妹 叶丽想着两个人目前还没有存多少捡 以后准备买车卖房 孩子出生了都需要花钱 现在就应该多为以后打算 存一些钱 不要再那么不把钱当成了 可许俊杰却说 她给她妹妹钱是天经地义的 都是一家人相互扶持 照顾理所当然 为此许俊杰跟叶丽也吵过几次假 但每次结尾许俊杰都会保证下次不会了 但显然事实不是如此 有一次叶丽回家看望父母 恰巧看到小姑子 拿了一大堆东西从小麦铺出来 问过父母之后才知道 许俊雪又没给钱 叶丽听了之后很生气 想去找许俊雪问清楚 叶丽父母自然急忙拦住了她 让她不要破花了姑嫂的关系 反正也是一些小东西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叶丽心中无谓杂成 但脑子里一片江湖 不知道该怎样处理 这段古嫂关系 那天叶丽又看到 许俊雪发给许俊姐要钱的消息 叶丽给许俊雪打电话 想要结束这种恶性循环 没有想到还没有开口 许俊雪的声音就从那边传来 嫂子我家没米了 让你爸爸给我送点 我本来想自己去拿的 但是太重了我拿不动 我看你爸挺闲的 叫他给我送过来 叶丽听到这些话 一下子就爆发了 他直接吼了回去 谁给你的脸 你哪来的这种自信 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围着你赚 每次白吃不给钱就算了 你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跑到 我父母家去拿东西 那就把之前没给的钱全部还清 而且不要再让许俊杰给你打钱 不然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你老公 看他能不能接受有这么一个让人丢脸的老婆 没等电话那边回答 叶丽就挂断了电话 叶丽同许俊杰摊牌说 如果以后许俊杰还是瞒着他偷偷打钱 那他们就离婚 在那之后 叶丽几乎没有发现许俊杰跑到父母家白吃白喝 许俊杰也没有偷偷打钱 两个人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叶丽和许俊杰的关系 谈不上好 但也说不上坏 但他对这种关系还是很满意的 现在有很多人见着亲戚的名义 做着为自己蒙力的事情 在他们眼中 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 遇到这种人最好的做法 就是在他第一次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 就果断的拒绝他 不要害怕得罪人 要知道你第一次不懂的拒绝他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他理所当然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觉得你所有的退让都是理所当然的 在任何时候 女人都应该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不要因为对方是你的亲人 就委屈了自己 要知道 其实对方根本就没有把你当亲人 但凡有一点尊重你 也做不出那些事情 一味地迎合他人 不仅会让人丢失自我 也会在一段关系中处于劣势 无论是婆媳关系 还是姑嫂关系 永远都应该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有您的分享 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